希望来看到昨天的这一起大地震 台北市中华路二段的南机场公寓 也受到了搏击 梁柱还有墙壁裂开 楼梯断裂 门框也变形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前往视察 那么经过了三大工会继续的专业评估之后 老宅遭判定是围楼进行紧急预防性的疏散 在昨天晚间呢 也疏散了民众周边的旅馆 那么建筑工会的 建筑师工会也到场了 围楼将先结构补墙 做临时的支撑 接着会逐户的来确认梁柱 确保民众的居住安全